宋茜 王俊凯 杨子 郑爽上台 同时请上阿里巴巴极端 电影《少年的你》监制 许岳珍 力如之蓝玉树 笑似朗月入怀 他是超高颜值与精湛无尽的舞台王者 也是亚正端方深入人心的天篇公子 更是将热爱做到极致的宝藏男孩 他以作品热度飙升 以实力人气爆棚 2019年微博新增粉丝近1600万 发布视频累计播放量接近13亿 他是微博年度热度人物王一博 同时请上 请 我们台上的四位荣誉获得者 几乎全年都在微博热搜罢评 也收获了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 他们能继续保持炙热 创造无限的可能 张老师跟他们站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有年龄上的差距呢 我们在这一期间属于一场的 《未来是你们的》 谢谢邓超导演 谢谢曾总 谢谢 谢谢两位可以先到台下休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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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曾总 感谢 四位请留步 四位喜提我们的这个荣誉 我们也有个小礼物要送给四位 小礼物给你们准备好了 对 他们可能听不见 我们准备 我们这个礼物啊 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准备了 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把扇子 这扇子上面呢写着 A爆了 太上头了 我酸了 我可以 我太难了 鱼鱼无瓜 以及谈他 不愧是我 等等这些都是热词 对 转身 各位四位转身 选择一个最能代表你自己的 你们选好了以后 先不用转身回来 先不用着急转身 先不用来选 抱着选 没关系的 来 选好了呢 一博可能有选择困难症 所以我推荐他 要那个我太难了好不好 一博再选 选好了没 选好了 我有一个要求 因为待会呢 会留下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 所以各位 当我们三二一 以后你们就一起转身 打开扇子 有一种四大才子的感觉 好吗 想想啊 想想四大才子的感觉 来我们粉丝朋友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好不好 好不好 来 三二一 请转身 来 认闻好不好 太逗了 我觉得四个人选择的连成一句话 是 太上头了 盘他 我可以 我太难了 那到底盘的是谁呢 感觉好像盘的是一博 因为他太难了 我们问一下他们选择的理由好不好 盘他 太上头了 来来来 这样我们先来问问各位 你们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也特别棒 说出了我们一万这个微博网友的心声 选择盘他 盘他 我们的青春 来吧 小战 很简单 谢谢 他可以 你们呢 各位老师 我太难了 究竟有多难 本来想选那个盘他的 然后 然后看没得选了 就我太难了 没选上自己想要选的词 就我太难了 他选我太难了 纯粹是因为他刚才真的是选择 男症 他实在不知道该选什么了 我太难了 就选择了这个 其实不管他们选什么 我们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无论我们是不是很难 我们都要把这一年的梦想 好好地盘一盘 因为我们都可以 可以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她们是行走的少女心驱击手 她们实力与颜值并重 人气与踏实同行 从一幕到舞台 从一幕到舞台 从一艺术到先锋时尚 多读领域 多种角色 他们自如切换 大奔一彩 为2019年的演艺界 注入了鲜活的力量 他们是 微博年度男神 那有请著名导演徐峥 有请 请各位 舞台中间 男神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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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 banging on mais 男神女神 男神女神 翻发荣誉 在台上离不开粉丝的支持 是的 再次恭喜各位 成为2019年粉丝心中最好的榜样 2020年请发挥自己在心中 多人感受你们的力量和光芒 恭喜 好了 男神女神请留步 台上的各位都是行走的话步 接下来呢有一个事情呢 要请各位呢帮个忙 为什么那么说呢 因为各位都知道春节马上就来了 那又是要争一口气的时的 是吧 那马上就是春运时装周了 这个春运时装周如何脱颖而出呢 我们的翠花二柱们就要靠各位来帮帮忙 所以呢 今天呢我们也请 我们的李懿小姐准备了一些时尚单品 这是我们的春运时尚单品 各位 刚刚给她们搬完男神女神奖 是啊 然后就给她们准备了这些单品 我跟你说 男神女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带货 等一下 接下来这些货 这个网兜也是吗 对 是的 每一个 每一个都是 你看看那个大水缸 多棒 还有这东西 还有暖水袋 大袋子 塑料袋 所以各位 你的目的是 我要请我们的男神女神去帮下忙 选择你们心目当中 最时尚的春运时装周的单品 然后呢给自己专办上 好的 最重要的是你还要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来我们先去选择单品 来各位 我跟你说这个事得抢 你得抢 要不待会就没了 你不抢你要分到那个大磁缸怎么办 待会就没了 你心移的就没了 赶紧的 有人已经订了这个暖水宝了 同意啊 有人订了暖水宝 非常快速地就抢过一个塑胶手套 好聪明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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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那个小黄鸭没人选吗 多可爱啊 那是 那个麻豆 诶 晓妮 要不要也来一个 我跟你说 每个人拍一张照片 我们就有十几个热搜了 怎么 开心的玩笑 这样啊 我们先从你们那边开始 男士开始 张艺兴 张艺兴为什么要选择这只尖叫鸡 作为你的时尚单品 你被张艺兴选择作为时尚单品 你高兴吗 其实我好好思考一下一会儿 你怎么让他进入到成为你时尚单品 时尚的一部分 好不好 一会儿我们看你的表演啊 今天的衣服跟这个包啊 真的毫无违和感 对 我也这么觉得 然后我觉得 可以装的东西比较多吧 然后春运嘛 然后就要包大一点 你转个身 让我们看一眼好不好 诶 你说格子配格子 配得这么天衣无缝的 你知道吗 跟打了马赛克一样 真的好棒啊 所以不是包的问题 是人的问题 真的 人帅什么都棒啊 诶 锦伯山同学 怎么了 你冷吗 诶 因为刁 刁荣 人造的 人造的 对 环保的 环保的 因为他们都说 你自己在旁边摸吧 来 然后想到 为什么帮贝贝选这个包 你看看 你看看 是不是那个手 我建议贡献一只手套给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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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站在一只 就是一只 戴上 对 然后你站在她的身边 但是我们说的是 杨幂拿着 这就叫做时尚单品 对 是吧 但是我发现 景博然这个帽子有个bug 就是掉毛 而且不仅掉到了他身上 居然还掉到了王嘉尔的身上 是怎么回事 好了 接着来 亲爱的朋友们 2019 微博之夜时尚秀 即将开始 春运时装周 春运时装周 好不好 来 各位 往我这方面来一下吗 好 我们刚好把中间的位置 这个中间这一条道 空出来 就像真的踢台一样 来 每个人走到前面 两个像再回去 我们每个人都要秀一下 好 每个人走到前面 亮个像我们再回去 对 来吧 景博然已经做好准备了 来 就从景博然开始吧 来 投业蛮大的 男生先都走完吧 我们再到景博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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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是 两位一起走 这是个什么配合呢 进城务工的两位年轻人 回到了家乡 带着满满这一年的收获和幸福 尤其是张艺青拿的尖叫机 难道你们不来点尖叫吗 来 女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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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丽雅 还有我们的四位春花 来 红丽雅开始 三二一走着 庄州 现在大家看到 今年的冬天 她 赶紧都坏她 好吧 谢谢 谢谢各位 来 谢谢 也借这个小小的互动 祝福所有的 在外打拼的年轻人 各位团团圆圆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各位你们都可以把你们这东西都留下 没事 纪念品 纪念品 谢谢 她狂回来 我们的时尚单品非常受欢 中国烦恼常受欢